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卢凯彤坠楼身亡,目前原因不明,圈内艺人和粉丝纷纷表达哀悼,过去卢凯彤接受本报专访曾谈到,他曾被遭遇着困扰两年,做过锤抢手流血伤害自己的事情,他很感谢黄耀明和陈奕迅给他力量。 可惜他年近32岁就过世,朋友的心一定很痛,谈到过去受造欲症所苦,卢凯彤说,黄耀明叫我看医生,扶精神科药物,陈奕迅清晨六点也愿意陪我去海边聊天,我只要有人聆听我的声音就够了。 受访时卢凯彤聊到,他已懂得更爱自己,不再受造欲症所苦,学习慢活,可惜的是,他还是在太年轻的岁月中离开人世,卢凯彤去年曾接受本报专访。 资料照,记者宋志雄社,卢凯彤。 资料照,记者胡顺祥社。 资料照,记者胡顺祥社。